那个年轻的观众 因为他们以现在多元化的社会来讲 他们得到的资讯比较多 所以比较在欣赏方面 不见得会去接触传统艺术 尤其在传统艺术这一块 它会比较厚重 而且比较复杂 他们要了解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从一开始 在培养他们的时候 先从校园进去 然后慢慢让他们了解 然后就说最后他们来看我们的戏 他们最后就讲 就说团长 你们明花很像一块西铁一样 我看了以后 我就带我爸爸妈妈去看 然后我爸爸妈妈就带我阿公阿嬷去看 最后明花很像每次在演出 不管在各地 它的票房是变成 那个售票成绩速度的第一名 那我做了一个调查 一看原来别的人去看戏 可能是先生带的太太 或是一对群里去看戏 我们的戏通常买票的观众 就是三张五张 甚至二十张三十张 前家西家待见 甚至有些人把看明白的表演 当作一个他们企业 对外的一种公关的桥梁 所以就是说 我们不只在那个野台 甚至于在剧场 在国家戏剧院戏剧厅 甚至在国际舞台上 我们就很注意到 如何让他了解这个戏剧 甚至了解今天的剧情 所以小到从节目单 甚至大到旁边的字幕 我们都非常要求 举个例来讲就是说 我要求到这个字幕 我看的时候 我前面在看表演 旁边的字幕 我让我的观众 他的转头 不能超过十二度 如果超过十二度 我说不标准 另外这个字幕 不能太小 也不能太大 就是说一个人的身高 加上他的衣服 跟装饰来讲 顶多两百公分 所以这个字幕的高度 也不能超过两百五十公分 所以让他看起来 世界上很精准 另外就是说 明华人的货场的工作同仁 非常用功 也非常辛苦 就是说把我们的字幕 已经发展到 不只唱腔而已 就像我们今天 两个人在讲话 那个字幕 马上就出现出来 尤其就是说 我到中国大陆去表演 我右边是放繁体字 左边是放简体字 然后到那个华国去表演 华文的字幕 在去之前 我一定先让 懂得华文的台湾人看 接着就请 华国自台湾的大使馆 帮我们看 紧接着就送到华国 送到日本 送到美国 当地的 我们要去演出的 他们在艺术界表演的 艺术家 帮我们看 我们的字幕 所以 一去就帮助 当地的观众 小到 我们在台湾以内 大到世界舞台上 人家一看 明晚 他就不会害怕 说 我怕看不懂 所以明晚的观众 不只 不熟悉 一米难以的朋友 甚至国际的友人 都可以观赏 not打电话 今晚的 blew 的 未经许 在哪里 囮 人员 自己主 jet 我们赸